一看见警车出现在后方 骑士猛吹油门 加速逃跑 沿路跨越双黄线 蛇行逆向逃给警察追 清晨5点多 路上人车不多 他干脆油门吹到底 想要甩开警车 结果 警方超车想要把人拦住 双方发生擦撞 骑士摔车倒地 远警下车逮人 警车右侧车门被撞凹 还有一道长长的擦撞痕迹 这期警匪追逐 发生在6号清晨 骑车跑给警察追的是 45岁邱姓男子 当天凌晨4点多 他骑车出门 半路跨越双黄线回转 被巡逐远警发现 警方虽然在车上 但一眼就认出 他是辖区内迟迟没有报道的 毒品调研人口 立刻回转要把人抓住 没想到他第一时间加速逃跑 警方追了好一阵子 还是没能抓到人 原以为就这么被他逃走 但过了十几分钟 他二度出现在街上 这回远警加速追上去 演变成警匪追逐 原来会拼命逃跑 疑似就是因为吸毒 怕被带回派出所验尿 但当街跑给警察追 不只摔车受伤 吸毒被抓 还被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TVBS新闻林志伟国瑜 汤原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